HELLO 大家好,我是Jimm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边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支TT Artisan 也就是名将光学的28mm F5.6 那看到这一支镜头呢,相信大家肯定又会想起来卡的这一支相同规格的镜头 诶,我们来对比看一下这两支镜头 他们无论是在这个体积还是造型和做工上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那我觉得买这支镜头的同学啊,肯定在除了光学素质上最在意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外形、做工和手感了,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镜头的外形和做工以及手感 那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支镜头拿在手上 它的分量啊,跟莱卡的28mm F5.6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因为这支镜头呢,也都是用黄铜制造的 所以它拿在手里呢,有着和这个体积不称的 非常沉甸甸的这个手感 那它整体的这个造型上来讲呢 和这个莱卡的28mm F5.6 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那我们再来转动它的光圈环和对焦环来看一看它的手感 我觉得手感上来讲,跟莱卡的这支28mm F5.6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对焦环就没有那么顺滑 并且它这个无限远的锁扣啊 我们发现在按下去的时候,这个质感也是没有莱卡的那么高级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讲呢,结合它只有莱卡10分击左右的价格 和这个整体的做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在这里我可以给到一个9分 那除此之外呢,我在这里还要讲的就是 这支TT Artisan 的28mm 是自带了一个遮光罩的 而且这支遮光罩也是全金属的 手感做工真的都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是考虑到它的一个售价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良心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镜头的光学素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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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OK,那看完了刚刚这一组对比照片 大家觉得这支镜头的素质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跟莱卡这支28mm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在于暗角的表现 我觉得这支镜头它在暗角的表现上要好很多 在大多数的照片当中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支镜头的暗角要来得更小 同时呢,这支镜头它的色彩表现 比起莱卡的那支镜头来讲 它会偏黄一些 而莱卡呢,要偏粉掉一些 这也是我们能够非常轻易观察到的一个差异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无论是在中心的锐度 还是边角的表现上 两支镜头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那最后呢,我想讲的一点就是 大多数人啊,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去买这支镜头 更加看重的是它的一个整体的造型 做工和手感 因为真的在莱卡的旁周机身上 配上这么一支小小的镜头出去接拍 是非常棒的一种感觉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这支镜头 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它所要完成的使命 所以呢,如果我觉得你能够接受它稍微差一点的 这个对焦的手感,它的丝滑程度 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价格来讲的话 入手这支镜头去体验一下这个小巧的28毫米的 Zoom Around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OK,那么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呢 也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